也是很有亮点 这是今天台北下雨 不过呢 台日棒球交流比赛的两场比赛取消了 但是呢 还是能比个高下 要比什么呢 台日的小选手们就干脆在休息区市尬舞对决 拍手扭动身体 原本应该要在棒球场捉对厮杀的中日高中生们 却受限于27号新装天气依旧阴雨绵绵 交流赛只能取消 如果要分高下 那就在休息区改用5G 分胜负 想到然后就是超有印象 然后动作都差不多知道 然后就跳那一首 他们也不知道我们在跳什么 然后想说在第二段的时候 就带他们进来跳跟他这样 然后后来也有那个一起跳 然后就大家互相这样 这首我心已打烊古堡球员只练了半小时 由爱秀的江浩伟方冠杰打头阵 辅警联队夹在台湾球员中间 看起来相当腼腆害羞 这场比赛因为取消 让古堡加伤少打了一场 教练跟球员都觉得相当可惜 我是希望说可以对数可以增加 如果这个比赛它是可以持续下去的 其实对台湾的球员 其实是一件好事 交流赛中虽然只有一次对战 但古堡对于日本细腻以及跑壘 充满侵略的球风印象深刻 而爱源明星队进出球场 都是用冲刺的方式 也让古堡教练感叹 未来会要求高中球员 拿出更好的瓶颈 冲刺其实是一个很简单的事情 你只要提醒自己 你在球场上的态度 你如果有办法全力以赴的话 其实这些事情都一定可以做得到 小时候从小的时候 在野达尼野球的中央 学习的事情 比如他们的瓶颈呢 上下场的那种拼劲 我们也要去学习他们进出场的动作 雨时下不停27号上午的比赛 也取消山形线明星队 与高院工商干脆玩起雨中跑壘 高院还加码跳起韩国天团 Big Band的舞蹈 得到山勤球员热烈掌声 看来交流不只是球赛 场下场外一举一动 努力吸取对方优点 都让台日高中棒球交流赛充满意义 UdmTV谢宇宙有彰化 新北市报道